关心环保议题市面上除电装置白白种 那有没有便宜又环保的电池呢 其实德国有一个工业大学的新创团队 就从海水氮化工程中得到灵感 他们开发出利用渗透原力运作的盐水电池 并改善过去产品高价又不稳定的缺点 那环保跟绿能的目标 也并不是只能依靠科技跟工程专业人员达到 像是德国许多的农村就已经开始使用 合作社的形式来生产升值能源 一个只有200人的畜牧业小镇 就是依靠牛粪来发电 每年减排450吨的二氧化碳 8年前就达到了冬季暖气完全能源独立的目标 水箱管线看来不昂贵的设备 再加上超市就有的含点盐 一切看来真的简单 盐水发电这个点子并不新鲜 过去几年从电动跑车到手机充电器 都有人应用 也都停留在高价概念产品 德国一家新创公司的工程师们 想让盐水发电成为真能打入市场 够平价够普及的商品 灵感来自他们过去在中东做海水氮化工程的经验 这家新创公司的名称就是英文的 混合渗透能量储存帮谱 两箱浓度不同的盐水 中间放上特殊薄膜 依据渗透原理 水会往盐分浓度高的水箱流 但薄膜会挡下盐分 只让水通过 若要违反渗透原理逆向操作 就需要额外的电力推动水 从高盐度水箱流往低盐度水箱 德国的风力与太阳能发电厂不少 天气变化 绿能生产过多时 就用额外的绿电 推动反渗透原理操作 以后需要用电 只要让盐水电池 再进行正常渗透作用 水的流动就推动涡轮机发电 这样的盐水电池 确实不需要昂贵金属材料 污染少得多 但也可能有危险 幸好研究团队有立刻申请专利 这个成本便宜到惊人的研究成果 已经引起市场注意 每周都有数十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厂商询问 但有鉴于过去挪威也有类似产品 却因为细菌聚集在渗透膜上而宣告失败 因此他们耗资上万欧元 继续实验 要做出全密闭盐水电池系统 预计2025年才会上市 低价或简单的点子也有可能成功 德国一个畜牧业小镇瓦尔斯托夫 只有200位居民 靠着实验精神与执行力 8年前就达到全村不用缴暖气费的目标 饲料残渣也与牛粪一起 储藏在含有细菌的大槽内 却养环境下 这些细菌开始分解牛粪 产生沼气 经过纯化处理 再推动发电机生电 在这个牛脂比人多的小镇 这些以牛粪为原料的电力 都输入公共电网 冬天时可谓建筑物的暖气供电 原本顶多是肥料的牛粪 现在成为实实在在的 减碳省钱好帮手 当地85%的房屋 都将暖气管线连接到 牛粪公用电网 冬天不用再缴暖气费 像这样的农村合作社 在德国并不少见 乌尔开战后 整个欧洲都陷入能源焦虑 德国农村的各种升值发电 尝试 集合众人之力执行 从小地方开始累积 才能让绿电绿能发挥效益 完成能源独立的目标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电话